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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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 如你們現在所看到的 我們現在來到了台中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為什麼今天要跑來這邊抓Pokemon呢? 因為這邊有非常非常大量的 據說已經是準神獸等級的Pokemon 叫做小熊熊 好啦 大家都叫他小熊熊 那既然這邊剛好是他的巢穴 對 我們也剛好人在台中 我們今天當然一定要來抓一下 不過呢 今天我們的好夥伴呢 Neku沒有表示我們今天要進行一場比賽 單純抓寶可夢也太無聊了 網上那麼多人在拍 當然要拍PK賽啊 那我們要PK的項目是什麼 等一下我們就比看誰的CP值 抓到最高 比CP值 大甲也可以嗎? 不行 只能限定是這邊期間限定的熊 月見熊 那我們等一下比賽就這樣 我們會維持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我們要在這一區拼命的抓月見熊 然後我們會先比 我們誰抓到的月見熊CP值最高 如果我們最後比出來 結果我們兩個最高的分數是同樣的 那我們就再比誰抓的熊最多 沒錯 那Neku沒有表示呢 竟然要賭當然就要有賭注 要比賽輸家就要有懲罰 那我們的懲罰是 今天的晚餐誰請客 沒錯 那我們等等就來出發 現在2點45分 那我們等一下45分的時候 我們就到這邊集合 OK 那我要出發囉 出發囉 出發出發 好的各位 我們現在來 一進場 我們當然要率先拿到第一隻 看一下在哪裡啊 這個正前方就有一隻 太好啦 哇出現啦 第一隻第一隻第一隻 第一隻 第一隻來的CP值是 58 天啊 第一隻就有點高 這個可以 我覺得這個 贏了 而且一抓下去就great GOT YOU MAN GOT YOU 好今天呢 這隻躍進熊呢 據說是它是 準 準神獸 那就是如果你把它練上去 小姐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邊是我佔領的地方 小姐不好意思 小姐不好意思 我還在講解小姐 好可愛喔 現在呢 我們比賽開始已經將近過了5分鐘左右 但不知道為什麼 沿途上不要說熊啦 連其他的Pokemon都沒有看到啊 這樣子看起來情況有點不太妙 不過沒有關係 喔 剛剛講完 是不是 剛剛講完又出現一隻了 各位 又出現了 這個月亮熊 來 可惡沒有great 沒關係這個 這個丟下去一定準 糟糕了 我忘了先餵它吃那個 吃吃吃吃 糟糕 憋憋憋憋 好 我不希望你抓動的時候 你就一發就入魂 沒關係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隻的 呃 看一下它的IV not be great 唉這個 看來要抓到很厲害的熊 是不容易的事情啊 沒關係我們繼續抓 各位又出現了 極客 不愧是巢穴 極客又出現了下一隻 來 然後呢 現在呢 有三種水果 如果你先餵它吃這個 這個像鳳梨的水果 你抓到它之後 你的糖果的數量會給的比較多 所以 為了 為了之後想要把它進化到三街來著想的話 我們就先給它吃一個鳳梨 然後再抓下去 這樣子糖果比較多 然後抓到一隻不錯的之後 就可以很快速的把它伸上去 GOTCHA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它剛剛伸上去的一瞬間 它上面多加了兩個 它就變成一次有五顆糖果 所以這樣子一取下來六顆 好賺喔 好賺喔 抓到的時候 又被它跑了 沒關係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地方 有沒有 感覺非常的適合 來這邊坐 小姐小姐 小姐小姐 小姐不好意思 我還在抓 小姐不好意思 哎呀居然被跳起來了 沒問題 再來一次 你是不是算準我會丟球 然後就跳起來 聽說這隻角色在動畫裡面 有點調皮 好好啊 沒關係 我再餵你吃一吃 我一定要抓到那個糖果 數量最多的 什麼不用比 什麼CP值 我就直接進化啦 Great 這次一定中 注意看喔 Look 一下 兩下 三下 PACK GOTC 我來探查DC 你現在幾隻了 這當然不能告訴你啊 這是 高級機密啊 剪刀石頭布書的人講 為什麼啊 我們賭還不夠多嗎 快點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一二三四五 這現在在抓第六隻 哇 走了 這這這個 這根本是故意的 拖延戰術 這個這個女人不能信啊 太危險了 剛才已經抓六隻了 我還在那邊跟你慢慢摸 你只有一隻啊 今天這樣抓下來呢 我發現我們使用鳳梨呢 它累積糖果的效率實在是非常高的 如果你們想要在一個巢穴裡面就抓滿的話 建議可以用鳳梨多為你遇到POKEMON 這樣你一趟抓下來我想進化是沒問題的 出現啦出現啦 剛講完 這邊馬上就出現了一個 越劍熊啊 可惡 後面呢另外一側我一直在地圖上看到另外一側的越劍熊 可是那一側好像你要買門票 才過得去 所以我只好放棄那一側了 先直接回到剛剛 一開始我們抓越劍熊的那個據點 回去那邊看看能不能再多抓幾隻越劍熊 嗨 這是哪個直播啊 這不是在直播 這個是在錄影 對對對對對 哪一家的 什麼哪一家的 哪一家電視台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自己在錄YouTube頻道用的 對對對 我以為現在很多人玩直播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直播 喔不是不是這不是直播啊 這個只是在錄影啊 這相機而已 對對對 純屬就是自己錄影片的 對自己錄一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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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 就錄好玩的這樣子 對啊 二 三 運氣不錯 剛剛在跟那個這邊的工作人員聊天聊一聊 還意外抓到一隻大章魚 不曉得這能不能當加分項目 我等一下要跟他申請說 欸我抓到一隻不一樣的Pokemon 這能不能當作加分項目啊 哇 敵人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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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了 你該不會也是從地圖看到這邊有一隻熊才來的吧 應該要來battle一下 現在嗎 不行等一下 我先去前面抓 這邊有一隻熊 我要先去抓那隻熊 那隻已經被我抓走了啊 你抓走了 我還有好不好 喔有了有了有了 好累好累好累 一直走一直走 來我們來輕鬆的抓 這一隻 這隻 CP47你敢出來混啊 真的是 喔 喔 喔 結果結果 結果敷出來 居然是 居然是 我們先看一下你的屬性好了 喔 amaze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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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聽說敷出來的角色呢 都比較 比較強 又出現下一個O了 這個5公里的蛋呢 究竟會敷出什麼呢 1 居然是烈焰嗎 這隻應該 敷出來的蛋果然不錯 厲害 先給它打上一個 新號 存著 然後 這個時候呢 我不想用 另外要付錢的蛋去敷兩公里的 那兩公里的先割著吧 有轉到五公里的蛋的時候 我們再來敷好了 好了 各位 現在兩台相機同時在錄影 所以我有點不知道要看哪裡 總之呢 時間其實來到3點44分 就是從我們開始到現在 時間已經差不多一個小時了 所以是時候要來做結算了 各位 那我們要先用誰的手機來做結算 剛剛他一直很囂張 我有看到 這邊的各位 我有看到他很囂張 這邊的你們都跟我一樣 感受到他的囂張 沒有啊 不然我哪有囂張 看到我都一直 沒有好不好 高CP 我後面一直迷路啊 所以我就抓很少隻 沒關係我們先看你的 為什麼 先看你的啦 剪刀石頭布 又猜拳是不是 好來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來我們先從你最高的CP值 開始看起 我最高的CP值是488 完蛋了 你這個反應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再來 總共有 一二三四 十三 就這樣 因為我最低是十四 好 換我 然後我們有說進化之後 還有再一次 沒有 我可以進化 進化來來來 進化 好 先從我開始 各位看清楚 囂張的各位 先從我開始啦 我總共呢 先看一下 我的CP最高的呢 抓到了一隻 六四七 什麼 六 四 七 那我總共抓到的 支數呢 十四支 我只有抓到十四支 那是十三支吧 這又少你 然後呢 我抓到了裡面呢 其中一支CP528的 這支呢 它是評價的 比STRONG還要高 是最高的 AMAZE 哇 AMAZE 各位是AMAZE 最高的 好了我要進化了 你先進化了 好我先進化了各位 看好了我要進化囉 應該會很可愛吧 他手舉高了 雙手舉舉 好炫炮喔 變我了 好酷喔 可是他的技能好像弱弱的 沒有很好 反正你又不打到管 還好啦 不行 這支就叫做 OK 是時候要幫他取名了 好 他就叫我黑大雄24 而且並且呢 我的卡達鴨 陪伴我多年 該是時候要幫你勸決 來來來 黑大雄24在哪裡 所以進化之後 CP有變高 有變強 1212 好高喔 變流氓了 真的 你開心就好 那今天呢 很高興 總算能夠抓到 傳說中的黑大雄2 我記得在原本的 151支裡面 是沒有熊這一種 Pokemon 所以到了二世代之後 才開始有熊 然後今天剛好來台中 這邊又抓了一大堆 又進化了 再炫耀一次 不好意思 我再炫耀一次 我真的好開心喔 好啦 那 你不要這樣啊 那感謝Nekko 有沒有他今天總算來陪我出來抓Pokemon 就跟我之前說過了 只要他有空 之後我出來抓寶 他都會跟出來好不好 那一樣呢 如果你們有任何推薦我們去抓 哪裡有什麼巢穴 好玩的 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那我們下一支 Pokemon見 下一次PK見 大家 掰掰 咻